主要的內容是針對獨居老人 然後我們去做仿視 然後去關懷 看老人有哪些需要協助 或是緊急的協助 或是任何的臨時的協助 就醫 這些都是我在華蘭 負的這些工作 蔡姊的話 我覺得她是 她是真的會讓人很印象深刻 因為她的身體的狀況就是 就是我們所見的那樣 但是她的態度就是非常樂觀 非常開朗 奶奶 奶奶我又帶了一罐奶粉來 你會走的走的 我是是要謝謝你 沒有你我怎麼會看得出 這麼厲害的王牌 她就是這樣笑嘻嘻的 很樂觀 那甚至說就是我提到就是 蔡姊她低收入戶 身體有殘缺 但是她願意就是每個 在年階我們要關懷這些老長輩的時候 她願意自己也捐兩千塊 就是她覺得說她還有能力 她就要幫助更多 有需要幫助的人 這邊是用租的嗎 這裡是就是算是國宅 就是政府的互住 所以房子就會比較 這邊就是奶奶的全部 這邊就是她洗澡的地方 睡覺的地方 那這個是上廁所的地方 那其實有很多志工看了蔡姊這樣的狀況 都會問我說為什麼她們 她不願意去入住到機構 因為她的確是需要人家去照顧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老長輩就是這樣子 她們其實可能對於說安養機構 都還是有一些排斥 如果真的進去了 可能就是真的被家人去遺忘了 就是把她丟在那裡了 所以其實我們在做其實就是希望說 既然這些老人家他們希望說在他們家裡老化 那就我們就讓她能安心的 在她最舒適的地方去養老去中老 所以就是我們都提供一個到宅的這樣的服務 奶奶我們來看妳有沒有開心 有沒有今天有沒有開心 有的 奶奶我們一月底之前一樣會送年菜過來 好齁 今天我有看到那個照片喔 看起來好好吃 大部分都是依靠說政府送便當 像今天看的都是 對他們 但是說在過年期間就是 除細到處這幾天政府單位的工作人員 他們的確是休假的 那很多老人家他們沒有便當的時候 他們能吃什麼 他們也沒辦法說自己真的去下廚啊 做一些熱食來吃 那可能這個時候電視上在播 就是一些團圓圍爐的畫面 那實際上這些老長輩在幹嘛的 他們就是吃泡麵或者是餅乾 他們就只能吃這些 甚至發現說一個奶奶還在照顧一個金帳的兒子 那奶奶桌上就是 那天是除夕的前一天 奶奶桌上放了一鍋就是很奇怪的東西 我們就問奶奶 奶奶就說 因為她真的是怕說過年期間她沒有東西吃 她就撿了樓下豆漿店的廚餘 還把它加熱 她覺得說這樣子 起碼可以支持她過年這幾天 希望說就是他們有個像樣的年 就是不要說有 電視上就是有這樣的很大的落差 老人他們真的很多需要社會更多有愛心的人來做鞋子 不管在資源上面或在愛心上面 我覺得在這些長輩來說 他們可能真的不是需要金錢 也不是需要說可能會給他非常多的一些 比如說禮物啊 或者是一些什麼物質上的東西 我覺得他們對他們說他們最需要的還是一些就是溫暖的關懷 跟一些問候 其實他們要的真的不多 其實就只是我們可能去看他陪他聊 其實甚至我們不需要講什麼話 就是去聽他說話 去聽他的故事 我覺得這就是他們現在最需要的 就是一些社會大眾的溫暖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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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